他就是敢当着400多名政客面上演死亡点名的萨达姆 可他的结局有无比的凄惨 2003年12月13号 美国宣布再逃8个月的萨达姆被美军成功抓获 还着重强调萨达姆藏身地点为地下室 美国还列出了十几天罪状 最终在2006年将其处以死刑 本以为事情彻底结束了 而就在2021年的时候 俄罗斯突然披露了一份报告 世人才知道原来当年美国欺骗了全世界 那俄罗斯究竟公布了哪些细节呢 美国又是如何欺骗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揭开萨达姆真正的死亡之谜 2003年3月20号 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授权 直接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 开启了猛烈的进攻 用了2000多枚炸弹 先后投掷到100多座城市和港口之中 时间过了不到30天 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可就在美军以为活捉萨达姆手拿把掐的时候 却发现萨达姆早就已经带着亲信不知所踪了 为了将萨达姆捉拿 美军不惜出动大量军队 八个月的时间他逃他追 攻击令乱飞 他最终插翅南飞 你以为这八个月 萨达姆像过街老鼠一般吗 那你就想错了 萨达姆反复在美军的逆鳞上横跳 要知道他曾经为了躲避暗杀 秘密培养了很多替身 一旦替身被美军抓获 萨达姆就会亲自的录制视频 进行一番的愣嘲热讽 最终美军通过摸清萨达姆亲信的行踪 得知萨达姆躲在一处农庄的消息 顺藤摸瓜 美军终于抓到了真正的萨达姆 当时美军是欣喜若狂的公布了这个消息 还表示萨达姆被抓时 躲在农庄的地窖里 可美军的这一说法 却在多年之后遭到俄罗斯用证据打脸了 俄罗斯的细胞中表示 当年萨达姆被抓的时候 并非藏在地窖当中 而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中 并且从当年美国公布的抓捕现场来看 根本没有地窖的声音 而且从俄罗斯公布的细胞当中得知 萨达姆当初逃跑时 不仅带走了一群亲信 同时还带走了十亿现金 可短短八个月过去了 这十亿的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 除此之外 据俄罗斯方面的不完全统计 萨达姆家族的总资产超过了400亿 可就在萨达姆在美国被处于绞刑之后 这些天价的资产竟然也凭空消失了 再也没有被提及过 最终这些钱进了谁的兜里 想必看到这里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当初美军拼尽全力的想要活捉萨达姆 并非是为民除害 而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 即使为了钱攻打伊拉克的 可其实呢 惦记萨达姆资产并非是美国一个 就在萨达姆处于死刑多年之后 有人公开喊话美国让他还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两集来讲解 如果你也想知道萨达姆资产的后续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下集精彩内容